我剛剛有把這個結果貼到雲端上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你們可以在雲端白板上面 我剛剛的結果 註解句期底下這邊有我剛剛寫的程式 註解就在這裡 至於這個註解後面的文字敘述 跟各位講 不一定要打得跟我一模一樣 因為這個註解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沒有說 不要說打跟我 你可以用你的表達方式表達沒關係 沒有那麼 甚至你要多打一些沒關係 因為你有些會忘記 我因為時間關係我不可能打很多 所以之前我看過我同學 快要打一篇文章在上面了 因為他很多地方他想要記下來 他怕以後回頭看這個程式的時候 他會看不懂 沒關係 比如說他想去查這個是什麼意思 然後這個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都知道的話 那以後就好好辦了 比如說我們 為什麼要特別知道 因為我的需求 並不是說只是針對 細索跟 這個細索的清除 跟細索的輸出 而是希望針對這個 學碩士也可以 比照辦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當然 比較沒有效率的方式 你可以這樣 細索的部分 複製一下 把這一段 複製 然後底下的地方 怎麼樣 把它貼上 把它改一個什麼 改個年期總會吧 年期 年期 那年期 你說老師 那有沒有什麼地方要改 你應該可以知道吧 這邊是C2 那這邊是什麼 D2 所以就改 D2 也不就會了嗎 OK 然後輸入公式的話呢 後面這一段公式等於有沒有 你可以把雙引號到雙引號的地方 delete掉 然後你說老師 那這個地方要放什麼 很簡單 請你就把這個地方的公式複製 取消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可是會有個問題哦 有沒有發現這邊有雙引號 這邊有雙引號 所以為了避免就是說 公式的雙引號 跟程式的雙引號 它會有無法辨識的問題 所以請記得 這邊的雙引號要變兩個 所以這邊貼上去之後 請你把這個變一個兩個 一個兩個 所以哦 這個比較可能會出錯 貼上之後有沒有 那你看一下這邊是有兩個是雙 有沒有 這邊補一個 這邊再補一個 這樣就好了 那它就知道說 原來這個雙引號 它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而不是程式裡面用到的雙引號 這個比較容易出錯 其他不用改 好 那底下的話 然後像它填滿的話 這邊就把C改成D比較好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年級就有了 OK 有沒有 年級就出現了 有沒有 其實我是把上面複製 這個貼過來 改D 然後這個地方貼 可能這邊呢 就是要改兩個 這個也要注意一下 那這個沒動 OK 好 那所以我們來 清除的話要改哪些 清除的話其實 我們剛剛是寫這樣 不過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精簡的話 你說要清除 因為選的話不如就選什麼 乾脆選兩個 C2加一個冒號 冒號D2 這什麼意思呢 我就是選C2到D2 就是選本來是選這個對不對 變這樣選 那C2向下 Delete 所以其實如果 假設你要選兩個的話 就是再加一個冒號 好嗎 輕易看看好了 剛剛這一個嘛 那如果你要到D2的話 那就加一個冒號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然後 執行看看 清楚 有沒有發現 那你說老師 那我要三個怎麼辦 很簡單嘛 把這邊改什麼 改1不就好了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OK 其實沒那麼複雜啦 我是覺得 你只要看著懂 然後 稍微改動一下 本來不會的你就會了嘛 大概是這樣嘛 再來還有AI AIA 你也可以問他一下 如果怎麼做 怎麼寫 如果你也會 那其實VBA 對各位來說 應該不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那變成如果你會 VBA程式設計 你就多一個專業技能了嘛 對不對 你說在職場上 你說我不是資工系的 但是我很會寫VBA 哇 不得了了 你等於是 你本身的專業 中文的專業 你又加上資訊專業 那當然 誰不喜歡呢 因為理工的可能 他可能會寫 但工程師性格 不太會 怎麼講 我覺得 少了一點溫度 有沒有 少一點那種表達能力 還有感覺上 就是沒有人文學院的內門 好像感覺 真的就有一個落差了 你跟他講話 談吐就不同了 對不對 氣質也不同 那你說氣質不重要嗎 氣質可能 剛開始不太重要 但是越來越感覺 就是不一樣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修改這個地方 好有沒有 那我們來試試看 剛剛這個是細鎖 這個是年級 這邊出錯了 錯在哪裡呢 看一下 年級 有沒有哪個地方錯 最後好像一個地方 可能就是注意一下 這邊R1C1這個 Formula R1C1 請你把它刪掉 那為什麼要刪掉 因為呢 你會發現這個所謂的R1C1 的表示方法 像這樣的寫就是用R1C1 那如果我直接給他的坐標的話 那就是要把R1C1拿掉 所以這邊可能要記得 這邊把它拿掉 應該就OK了 所以 就多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把它去掉 然後執行應該就OK 我剛剛試一下 那一樣的方法 學碩士的話 也許就是再多一個 所以你一樣方法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再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學碩士 那改的方法都一樣 所以把這個名稱 把它拿過來 第一個嘛 那一樣的方法 這個就是什麼 改成1、2 然後輸入公式的話 那就是再把那個公式貼過來 不過那個公式的話 我剛剛不曉得把它清掉了 還好我們拿到雲端上應該有吧 雲端這邊也有 所以把這個拿過來 這個剛剛已經有了 然後貼到這邊來 記得就是學碩士是這個公式 因為我剛剛把它刪掉了 然後向下填滿的話 就是這邊範圍 一樣這邊記得前後要兩個雙以後 這邊本來是一個 記得公式裡面一定要兩個 然後這邊的範圍就是把它改成1 這邊改成1 這樣OK了 學碩士也改完了 反正改的方法跟剛剛的年級是一樣的 來執行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喔 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改成 這個加一個冒號 OK 執行一下 好那所以喔 如果你年級的話也要 那我把這個按鈕複製好了 這邊加一個 加兩個 那貼上之後的話 按右鍵來改好了 這重新指定它 這是年級嘛 所以年級改一下 這邊就是年級 這邊的話就是學碩士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最後的話呢 就是細索 年級 學碩士 然後再清除 OK 所以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完成寫VBA程式 OK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很多耶 但你說很難嗎 我想應該我們也沒有寫什麼 我們就錄製修改嘛 好 最後記得還有一個重點喔 你們交作業的時候喔 上學期是有講過啦 不過可能這學期好像有同學是 後面選進來的 另存新檔的時候記得一定要改一個 就是你不能用原來的活業部 一定要啟用聚集 因為呢 我們有寫VBA的聚集 所以如果你沒有存這個格式的話 你剛剛的VBA程式就會全部不見喔 那上學期同學就有發生過那個悲劇了 因為存錯了 直接 假設你們 要怎麼判斷啊 其實有同學是直接在存檔 有沒有 他會跳這個 跳這個的話 請注意喔 直接不能按是喔 是的話就不見了 一定要按FOR FOR為什麼 因為他要改一下 改成啟用聚集活業 這一定要注意喔 因為同學就是 蠻多同學發生狀況 所以今天的作業啦 畫面最後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所以 其實寫程式這件事情是真的很專業 很難 但是我是覺得有比較簡單的學習方法啦 但你會理解的話 其實我覺得 你說會很難啊 我覺得有時候寫 寫程式有時候我覺得比寫作文簡單耶 我個人感覺寫作文好像還沒有那麼的簡單 因為你要唸 唸 唸的文章可能要唸很多啦 唸文章不夠多的話 你作文寫出來一定是不夠 而且很多罪字 錯別字 還有怎麼樣 你的分段 你要構思 邏輯 哇太複雜了 寫程式好像就沒那麼複雜 OK 試試看喔 試試看喔